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关于印度的事情 那么印度今天确诊病例是已经逼近300万打官了 已经298万了 我讲话的这一刻298万 你们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300万了 以每天官方数据7万的一个确诊病例 称称往上涨 但是实际上这个数据是不是只只是7万 各位想必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估计 我在这边不做任何评论 无可奉告 新德里的市长也好 他们这个私有的中立的解决机构也好 在印度全境25%的人有新冠抗体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远远不止 远远不止这么点人 那25%的话印度人口算14亿的话 14亿除以4大概也要三个多亿吧 三个多亿 大家心里有数 那么今天讲的其实并不是这个 因为印度不是一直 我之前做过视频 说吹自己变成了人类之光 他要来拯救世界了 全世界都要享受印度人民的恩责 享受他们制造出来的疫苗 Made in India 非常的自豪 那么我看到这两天 我们多的这种大盘媒体 什么新浪也好 什么凤凰也好 都转了 还说是人民日报客户端 发出来这个新闻 说是印度的这个男性避孕针 也跟印度的这个新冠疫苗 估计要一起放出来 那是个很大的新闻 然后专门介绍了一下 印度的这个男性避孕针是个怎么回事 夸了一波印度 非常多的硬缺 就是高潮了 高潮的不行不行了 觉得印度这个东西势不可挡 印度的生物质 那比我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那今天来讲讲这个男性避孕针的问题 其实就这个问题 我其实挺关心的 因为每年 因为错误避孕 太年轻的怀孕 和之后导致不安全的堕胎也好 心里不正常的这个女性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这些年轻的父母 生下来的孩子 由于自己还是个孩子 没有能够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 从而导致这种次生的 对社会的一些影响 是比较负面的 那么避孕的方式 各位想必应该都比较了解 我这边有个数据 是在印度人 他们自己发 关于男性避孕针的 这篇文章里面写的 西欧的数据是99.5% 西欧就是发达的一些地方 95.5% 是用现代的避孕手法 也就包括避孕套 避孕药 或者说子宫环 只有4.5% 是使用传统避孕方法 终止算排卵期 或者是干脆禁避 这样就达到一个彻底的不接触 那么东欧没有西欧这么发达 他们采取现代的避孕措施 77.5% 传统的22.5% 那么印度的数据 它是2012年的时候 采取现代避孕措施的39.2% 2017年39.57% 预测 印度自己预测到2020年 是40.87% 也基本上就是一个缓慢上升 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 它是这么预计的 但具体今年上升多少也没给数据 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越发达的地区 它采取现代避孕措施的比例是越大的 越不发达的地区 越是采取这种传统的方法 或者说完全不采取任何措施 那么联合国给出的数据呢 是15岁到49岁 我国的避孕普及率呢 到达了2017年 在84% 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 英国是84% 加拿大85% 美国70% 但是问题是各位 有一个数据 我自己看的时候非常 你们可以先猜一猜 B站可以打个弹幕 猜猜日本是多少 日本是40 40 世界上最接近日本这个40的国家呢 是卡梅隆的38 和34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以日本这个40 显然是比较突兀的 是儒家文化圈 我们一圈人 也没有腰斩 日本只有40 到底日本为什么只有40呢 这个实际上我自己并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去查了 日本男性对结扎的接受度 是要比中国和韩国还要低的 所以既然男性并没有主动的结扎更多 而女性又没有用更多的避孕措施 那我只能 或者人家这方面就是比较 懂我意思吧 那么基本情况呢 就是越发达的地区 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 会越勤快 普及率越好 那么基本上 在女性这方面 算女性的排卵期的话 这东西不是特别的保险 如果是子宫环 比较容易出现副作用 和对女性身体有伤害 如果是男性结扎 当然很多人 甚至很多人做视频讲 哎呀我结扎了 我觉得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拿点胶位 半个小时之后 又下地能跑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事实上呢 印度人自己通过这个长时间的随访发现 就在二十年后 接受了结扎的这个男性患者 因为他体内输筋管就是断了嘛 造成体内的这个氢化激素 分泌不太正常 包括一些回流啊 怎么着 吸收 直接导致他们已经观察到的副作用呢 有三个啊 得前列腺癌的概率上升了 接受了结扎越是酒 想要附通越是男 第三个呢 部分患者反应 接受了结扎之后 慢慢慢慢的觉得自己的 性取向发生了一些改变 就是 变得不喜欢女人了 但是这些都是少部分患者 而只是印度自己做的资料 大家高兴可以去我底下放这篇文章的链接 好吧 自己翻 但是这个副作用的确对于男性的生活 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甚至改变性取向这个问题 甚至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是关乎整个家庭的生活 所以就比较严重 那么讲到印度人这个避孕症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玩意 这个教授呢 叫古哈 这个古哈教授早在1986年 就已经发了他的一篇文章 讲这个事情了 到现在已经是35年了 35年 他这玩意 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国内媒体在吹啊 这东西什么啊 马上就要面试了 讲一堆废话 首先它这个什么原理 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拿一些聚合物 有点像打个比方啊 塑料吧 然后呢 它用一些辐射啊 有定量的辐射 照这个塑料 完了之后把这个塑料 加上一些强碱性 跟它有反应活性呢 能够有良好的复配的这样的溶剂 用的是DMSO 二甲接压风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一起打到男性的腹五沟里的输精管理 形成一个封堵啊 我这边放个图 形成一个封堵 然后它有可能是彻底封堵 如果是彻底封堵的话呢 就是像物理的结扎一样 就是阻断了它这个精子的通路 如果是不彻底的封堵呢 它就会粘在中间管的壁上 因为它受到了单位拉德的辐射 它自己首先会放出辐射 其次 它容器是强碱性的 对精子的生存不利 再则 因为这个聚合物表面带电 它会影响精子膜表面带的电 导致呢 精子内部一些 为了突破卵子细胞壁的这个酶 酶的分泌出了问题 最后导致精子失活 三个原因 现在也没确定到底是那个原因 但是反正他们自己生存 这三个结果都能导致精子失活 而且效果是不错的 在做人的实验之前呢 他们已经做了兔子 做了猴啊 做了马啊 三期临床呢 他们声称做了303 但是也有资料说 他们做了343 有的通贤媒体说 他做了318 所以就让人感觉扑朔迷离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讲 三期临床 你怎么可以只做300个人呢 为什么要做三期临床 就是大范围的去做这个东西 看看有没有你不知道的副作用 对不同的人种 民族 不同代谢行为 不同年龄段 生活习惯 不同生活环境的人 是不是同样都能起到效果 没有副作用 但是据印度人自己说呢 这300个人做出来 效果都非常好 接受了注射的患者 用过都说好 99.7% 都没有出现过意外怀孕 0.3% 故事打错了 或者是呢 他又出现了畸形精子 畸形精子或许能够致运 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副作用了 0.3% 相比之下 传统避孕方式 比方说避孕套的失败概率 在3%到15% 因为有可能它有这个刺激性的 橡胶不橡胶 乳胶不乳胶 是吧 里面一些添加剂 或者就是用力过猛之类 它容易就出现一些问题 还是要比现代的 我们日常中使用的这种方法 要安全许多的 所以大吹大擂 美国也有非常多的人说 哎呀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到这个神药 但是它直接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商品化 能不能推行的问题 各位要知道 现在避孕市场上面 药厂啊 它卖的这些药 都是以女性口服避孕药为主 包括短期和长期 这吃激素嘛 说白了 那么做可以吃的药片 这个东西对药厂来说 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利润 但是假如这个印度人的避孕 真的做出来的话 它说的有效期是10年 10年建议再打一针 那么你打一针能管10年 各位 这个你能不能赚这么多钱 是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且在预定售价 说成本只有10美金一只 那么你翻个10倍 也就是100美金一只 10年赚600块人民币 你说这买卖 你这东西 是不是不够赚 大家可能说 哎呦 我1万个人打的不是很多钱了吗 但问题是你要花多少成本 去让人们普及 这个东西是怎么生效的 销售也需要成本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谁牵头的 是印度的药物管理局和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 两个一起牵了这个头 办的这个临床实验 目前我也给大家听到这些很正面的东西 是吧 觉得这回好像 哎呀 不得了了 印度搞了一件大事 但事实上 我发现了不止一点不正常的东西 首先各位 它的三期临床资料 是保密的 是不公开的 换言之 也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人 我们这边三百多个人 我们就打了针了 打了之后 十年后随跑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你数据给我们看呀 没数据 保密的 不告诉你 那么这个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看到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美国的记者 去找这个药的创始人 叫古哈博士 说你能不能透露一些 关于临床 你们有个怎么做的 无可奉告 他说 我没有经过 印度政府官方机构的这个授权 我不能透露一些 临床实验信息 也就是完全不公开 完全全不公开 再次我们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完全不公开 你敢夸下海口的 也就是三百人的 一个用户技术 各位要知道 美国现在在忙着 董王投入这个 阿斯利康的疫苗 可是要两万个患者 做三期实验成功 他才敢用的 你说这个玩意 能算就成功吗 我真的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第三个问题 这个避孕针 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就是他对输精管的 堵塞也好 杀精效果 是可逆的 非常简便 是可逆的 就是打一些溶剂 小苏打也好 再打一点 二甲基亚封也好 然后就可以把 这个聚合物给充掉 输精管又可以用 它是这个卖点 但各位 问题在什么 在长时间的 这个聚合物 在输精管里面 粘结的情况下 出现了患者 他不能复通 到底出现了几个 不知道 也就是他有明确的 副作用 到底副作用的几个人 他也不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认问你这个 99.7% 你也有水分 有效率也有水分 因为你说的0.3% 不包括 这所谓的 你没有把这个副作用 列在里面 你是另列一行说的 而且是印度斯坦时报说的 你在临床实验里面 你的数据是不公开的 成功率是你自己说的 副作用单列一个 没有列在你的普遍失效率里面 而且你这个夸查海口的只有300个患者 你准备把这个东西上市 卖给全世界的男人用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 有点奇怪 所以说更奇怪的是 他这个三期临床通过 是2019年的11月通过的 各位 为什么今年是 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8月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国内的媒体 突然开始吵这个话题了 说印度的避孕针 将给男性带来福音 到底居心何在 为什么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之后印度可能会出一个 叫做疫苗二合一 是吧 他们生产的这个新冠疫苗同时 在送一针男性避孕针 从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源头上解决计划生育问题 是不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挺符合 印度的这个办事的风格的 因为印度的所谓的 全民免费医保 但这个问题 跟姐姐带给我的思考是 印度所谓 自主生产的民族之光的这些药 如果是300个人 就说是临床通过 准备上市了 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 不知道谁会拿去用 OK 今天就屁个洋 我一直以后 我的爱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